赶紧说了 我这儿动着你 那瓜真有你的是吧 卫一卫一男的 刚认识男的 你给我动手了是不是 我跟你说说 就是一天两天 别敢查了 你真是成本子 你居然魅住我 你勾得上假洋鬼了 咱俩以后还能弄一块 鱼怪的玩耍呢 你说话能好多一点吗 你说我什么人 我什么事 不得向你汇报是不是 我交男朋友 也得向你汇报是不是 我告诉你 从今一刻没有 这个男朋友我交定了 你不碰我那么多废话 没用 不行 我废话 我不跟你废话行吗 我不跟你废话 你自己什么情况 你不知道吗 你是个病人 你不知道吗 你有那个陌生人过敏症 你不知道吗 你何必在这儿 下肛工夫你以后 害人害己 李妈妈 我今天心情好 我不跟你发脾气 你给我听清楚了 我从来就没有 什么什么所谓的 陌生人过敏症 我好着呢 就在刚刚裴哥玩了我的额头 我哪儿不舒服了 没有啊 我不是很好地坐在你这儿吗 我也没不能呼吸 我也没叫救护车 这都是你咒我的 我告诉你 你就怕不到我好 丁大猫 你说话讲良心 我跟你说 你要真找着一特别好 特靠谱的 我 我巴不得我躲角落 我默默地祝福你呢 快快快快 快躲角落去 快祝福去吧 可是你找到了吗 丁大猫 我跟你说这么多年 你在我心里边是一个得志挺美劳 全面发展的 有理想有追求 有抱负 有节操的好姑娘 可是你现在呢 你堵落成什么样子 你跟那些拜金女有什么区别 你跟棒大猫有什么区别 你知道你这是强套过前面 我真的不想给你炒一个 我一定要喜欢一个像你这样的 穷小子才能证明我的爱情是神圣和高尚的是不是 是纯洁的 我喜欢的人 恰恰经济基础好怎么了 我有什么错误 我喜欢他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有钱 怎么了 而且我不是喜欢他的钱 我喜欢他的人 我喜欢他的品质 我喜欢他的性格 比你好一万倍 是 你对他的爱情是纯洁的 是美好的 你对他你想跟他一生一世 可是对你们能想不听 就这下号的位置我监督了 你今天在晚会上 你也不是没看到 那姑娘扑大呢 一波一波像潮水一样涌来 我跟你说我可以向你打广告 就这段号的 要没同时挂才七八个女朋友 我跟你说 我磕死在你面前都行 你等一会哭吧你 老老老 记住你刚刚说的话 我随时等着你磕死在我面前 咱俩走着瞧 让吧 这些是 我怜悲的 你还要走 你真是 我怜悲的 你能听见 我怜悲的 你能听见 我怜悲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呀 来 来 这披着人皮的色狼 先这点 简单善良的姑娘你们就露出爪牙 花言巧语 躺一泡烂以为就能把姑娘给垫下了是吧 都给老子去死 去死 去死 去死吧 K.O. K.O. K.O.可屁啊K.O. 不是 你 你看看你那样 你这对游戏发痕有什么用啊 要我说你啊 萌萌 你 你得听我的 你说你一直对大猫这样 你就 你就攻势猛一点 是不是直接就那那那什么了 这不就什么事都解决了吗 非 非每天在这儿斗咳嗽 斗咳嗽有什么用啊 看你没干什么正事 真不够爷们 你斗个屁 不爷们 我不爷们 我跟你说 不爷们事情早不适合发生今天这个样子了 什么意思 还有内情是吗 赶紧给哥们讲讲 讲的也不明白 总而言之你记着 我一定不能让那小白脸得傻 我要不把他俩搅黄了我跟你说 随你性吧 行了行了 别那么跟自己交际啊 实力也是有点悬殊的 别 别搅活人家 什么实力悬殊啊 他不就比我有点钱吗 我跟你说 那挣钱的法都在爷子脑子里呢 自己玩吧 来 来 这也窃的 美女 方便留个电话吗 你小心我去报警 我个屁一警啊 我这是遭乎人类来报警啊 你这捣扰的花招招呢 祸害谁去 哎 什么叫我去祸害谁啊 人家都求着我去祸害好吗 你参加钻石南的淘马会 那我跟你说啊 就是以我歇斯池城情场的 对面经验 就你这种求祸害的 那都是烂桃花 你告诉你啊 有这么高规格的烂桃花吗 那 人分三六九等 他马也分啊 是不是 那跑马会都高 高规格吗 是吧 哎 你哪儿的跑马会啊 格林山庄 严庆那个 那死 挺有见识的呀 就那地儿你也敢去啊 严庆那地儿你真敢去 不许那花生爷领的 啊 哎呀 我许 我给你直接抱着河北去 那警察逮都逮不着 你呀 赶紧回家 回家干着这个这个 你被我挠挠腿 快快 人家不就是有点钱吗 对不对 啊 至于你们这帮穷脚司 在这儿天天羡慕嫉妒 恨的各种造谣吗 我造什么谣了 啊 你怎么信别人不信我呢 哥 我的亲哥 我不是不相信你啊 我前两天刚参加 一类似的活动 这不还是完好无损的 站在这儿 听您造谣了吗 你不怕一万 你这怕一啊 我还是那句话 清哥 哎 你看啊 万一 哪个大块看上我了 需要我去做压寨夫人了 我倒实话 一定一定不会忘了 你们这群穷亲戚的 嗯 还有 今天 商界的 政界的 还有各类明星啊 各种明星 全部汇聚啊 我能错过这次机会吗 我告诉你啊 你就是一个吃大蒜 在北京胡同长大的 北京大妞 你就别在这儿 做这种富庸富雅的事了 莫扯莫扯 大蒜多贵啊 告诉你 本姑娘从来不吃蒜 走了 我就不信你没吃过蒜 喂 夏嫂 哎 哥 那人吗 英子这傻姑娘又出约会去了 我觉得有点不套福 你要不然过几趟吧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小姐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这都要到河北了 师傅 您有点耐心 这马上就到了 您就往前开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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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师傅 就前面那儿 就前面那儿好像 来来 师傅给你钱 好嘞 谢谢 谢谢啊 再见 谢谢啊 再见 哈喽 哈喽 你好 求婚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那个 我是来参加跑马会的 我们在这儿今天没有任何活动啊 不可能 吴先生一个邀请我来的 我是嘉宾 快快快 让我进去 我们在这儿今天 真的没有任何活动 哎 小伙子 你别开玩笑了 你看我真的是嘉宾 我还有邀请函 就是让家里了 嗯 快开门让我进去 要不您再找你那位吴总 再确认一下吧 我们在这儿真的没有任何活动 不可能 你赶紧你再去检查一下看看 是不是 肯定有 我们在这儿今天 真的没有任何活动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干 干 干 您好 吴先生 我是鹰子 那个 我正好啊 今天在格林普拉会附近办事 现在就路过这附近 您在吗 今天那个跑马就会离日取消了呀 是吗 那个 没事 那您先忙吧 我呀 其实就是说 想来看看朋友什么的 真是抱歉 我刚好有事在外面 那没有办法陪英子消息 这样吧 要不等我回去 回去我请你吃饭吧 那好好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回头我等您电话啊 好 再见 拜拜 我没人接单啊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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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死了 倒霉死了 明天到晚呢 什么 什么情况啊 明天到晚呢 什么情况 还有 你还不错啊 美女 你是不是迷路了 要不要帮忙啊 喂 喂 你的小姐 吴先生 我现在就在咱们那会所旁边呢 不好意思啊 我又打奖您了 那个 我现在就在咱们那会所旁边 那个 后面有啥男的跟着我 好 你别害怕啊 这样 一般你被这发给我 我让旁边去接你 好 那我马上发您 要不要帮忙了 别走啊 美女 走啊 走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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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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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呀 这附近有一点遗产 我进货正好路过 那个 您跑这儿来了 好巧 好巧 我在附近的参加一活动取消了 那上车吧 好 不行 那个 吴先生 我跟他说了 他马上就派人派车过来接我了 不能走啊 得等一下 来电话了 喂 我是英子的朋友 请问你哪位 我也是英子的朋友 你是哪位 我冒昧地问一句啊 你是做什么的呀 这大周末把英子约这儿来 喂 你怎么回事啊你 不是这是靠谱吗 我都跟你说了 这人很重要 你 你都跟人挂了 英子 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怕你上当受骗 你赶紧走吧 都说了跟你分手了 都没关系了 怎么还来找我呀 你走吧 走吧 走吧 过去跟乱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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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我 non 等我会儿 等 等我会儿 等我会儿 走走走走快走走走说 走走走走 走 何总 打完折之后 一共是一百三十六万 您看您是转账还是支票呢 我写支票给你吧 好的 这真是写的一首好字啊 数字这点吧 好的 谢谢何总 那个 今天怎么没看到乔小姐 我本来还想多介绍 几个大客户给她 她刚出去见客户了 不过您放心 已经打电话叫她过来了 要不上办公室坐会儿 行 经理 您找我 何先生您也在这儿呢 这不何总的房子 刚完成验收 就过来公司结款了 我觉得你作为她的设计师 应该过来介绍你 毕竟咱们以后的生意 还要养着何总 这么大的客户了吧 何先生 恭喜您 以后不用再住在古堡里了 大家多谢谢乔小姐 您的设计真的是有品味 高贵大方 浪漫又不是典雅 让我一待啊 整天都不想出门了呢 如同置身在世外桃源 今天下午刚好进家具 不知道乔姐有没有空 一起到我家来帮我 建赏一下 何先生 您家上上下下里里歪歪 都是我设计的 每一个街角杆篮都在我脑子里了 而且那边工人 我都安排好了 您放心 我呢还有点事 就不亲自过去了 那这么说 乔姐您就是不肯赏脸了 小乔 小乔啊 既然何总提出来要求了 那你就过去看一看 咱们虽然是做设计的 但是对于客户的反馈 和后续的服务 咱们还是不得马虎的 小乔 其实像何总这样的大客户 咱们必须要 细致周到 经理 我那边正谈着客户呢 而且那设计图也是我给出的 我怕他们其他人他 没事 改天吧下次吧 小乔 你看 你这做事就太认真了 认真的都有点不分主次了 你要学会抓大放小 手底下的活儿交给底下人 去做不就可以了 要不咱们雇这么多人干什么呀 你说是吧何总 我知道了 经理 何先生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我这种性感 您太客气了 好 那确定了我们就不改了 行 没问题 再看一下 现在CC已经说了八个创意 其他人有要发言的吗 琳达姐 我 我其实还有一个想法 我还没说完 是这样的 第九个是二手货交引 我想的是这样的 也是一对小夫妻 我家里边 还有很多闲置的东西 我去 你去 我去 这里钱你有赶紧的吧 这里钱当有跟你留下的吧 你是不是有多扔啊 你不也没扔吗 我现在就能扔到你呢 我 这是觉得这现在的东西还没坏 扔了多可惜啊 我告诉你啊 这好吧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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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起来就是一万 购责来去旅游 都说完了是吧 不是 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第十个 就是那个租车 我想的是这样的 最后一个真的是最后一个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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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 这次是 说完了 是这样的 今天呢 沐总也没有在这里 哪一个创意好呢 我也不敢随意地评论 不如我们大家 今天来讨论一下 但是我们换一种方式 我们今天呢 只说坏的不说好的 哪怕是鸡蛋里挑骨头 都没关系 既然Sissy的创意最多 那就先从Sissy开始吧 我觉得Sissy有很多广告设计的 根本就不合理 比如她刚才说那个什么 二手货交易那样 那 那一般不都在网上交易吗 怎么能上门取货呢 而且还那么多人 还排着队呢 怎么不可能啊 你也比较想 不好意思Sissy 你刚才在发言的时候呢 别人都没有打断你 所以他们说话的时候 也不要打断他们好吗 大家继续吧 Sissy 说实话 我觉得你好多创意 挺矫情的 你想一想啊 那谁有大圣诞节的临出门 还不知道自己去哪儿的呀 而且圣诞节那天多冷啊 那南方也冷啊 你整个蓬蓬裙啊 又敞红车的 你这不是过节 你这找病了 小聂 你也说一下 我觉得都挺好的 没什么说 小聂啊 这种形式在我们创意部呢 是常有的 给别人挑错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因为没有一个人的创意 它是百分之百完美 没有瑕疵的 再说了 我们今天是对事不对人 你就放心地说吧 那要非要说的话 我就觉得 那个租车服务的广告语 是不是有点太平淡了 其他就没了 我觉得呢 大家现在的评论 似乎都还停留在表面 但是我们可以 再深入一点 深挖进去 这样我觉得 才能够激发大家 更好的创意灵感 大家可以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畅所欲言 可以随意说 那我就随意说了 对不起了 CZ 你这完全就是毫无经验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吧 会议结束 那其他人的案子 还没讨论呢 CZ 你今天说了那么多的创意 我们哪儿还有时间 讨论别人的呀 其他的就放到下次再说吧 把今天的那个缺点 都记录一下 散会吧 大家散会吧 笑话笑话啊 真的要谢谢你啊 乔儿姐 经过你的精心设计之后 我的房子 立刻从十八世纪 回到了二十一世纪 下次我再带朋友来 他们应该不会再联想到 吸血鬼的古宝吧 其实您朋友怎么想到 无所谓 最关键的是 我看何先生您 每天穿着挺时尚的 初入的也都是摩登大厦 这要是回到自己家来 这么复古 不会有种穿越的感觉 所以我要谢谢乔儿姐 帮我留在现金的社会 这个房间 其实采光很好 但是之前的色调 实在是太重了 重新弄了一下感觉 敞亮了许多 对了 还有这个灯 我特地从威尼斯订来的 您肯定知道 威尼斯的玻璃制品和灯具 都是全人街最好的 希望您喜欢 这边还有这个沙发 本来呢 是想给您用皮沙发 感觉比较奢华 可是我认为设计 还是应该以人为本 物易的沙发坐起来 相对还是比较舒服的 您可以来试试 小姐 上次你说你对钱不大感谢 我想你应该是 特别喜欢追求这种 事业上的服务 我今天特别为你 准备了一点谢礼 您看 这是我朋友买的几栋别墅 风格各有不同 我极力推荐呢 你作为他们的设计师 把房子好好的 重新装潢一下 只要你愿意 明天就可以上你公司签约 这天上 一下掉这么大一下冰沙了 这砸得我还真有点晕 不过何先生 您这朋友这房子 都装修得不错呀 您让人家重新装 您让人家重新装 这 我得怎么谢一年啊 谢什么 为美女赴汤到火 在手不辞 只要乔小姐对我印象加深几分 那当然 如果能留下来陪我吃顿晚饭 那就再好不过了 何先生 咱们都上海没看 上去看看 走啊 这个卫生间的阳光很好 之前这个地方放的是一个马桶 我想您应该没有一边上厕所 一边晒太阳的习惯吧 是 所以我把这儿改了一个浴缸 感觉合理很多 还有这个床 床垫是芬兰最新生物技术 物易呢也是意大利 纯手工的丝绒烫金 睡上去一定非常舒服 是挺舒服的 如果乔小姐有兴趣 要不晚上留下来试一试 我这里床多 随你睡 何先生 您刚才不是说就吃吃饭吗 现在要留我过夜 这么麻烦 可不要勉强啊 不麻烦 这是我无上的光荣 只要你愿意留下 要不这样 我出钱 给你开家设计公司 自己做老板娘 你看怎么样 何公子出手真大方 没错 我确实是喜欢这种设计上的成就感 但是这必须建立在我的真实才华和实力基础之上 何公子 您今天的表现看来 对我身体的兴趣远远大于了对我才华的欣赏 这从工作的角度上来讲 是我的失败啊 所以以后 不管是您自己 还是您朋友的这些设计工作 还是不要找我了 还有呢 给您点建议 以后啊 不要为了泡妞 让您和您的朋友 没完没了地给自己装修房子了 一来不还保 二来有那么多钱 不是做点善事 小姐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真的没有任何侮辱你的意思 而且打心底 我是真的非常欣赏您的设计 真对不起 说完了吗 说完了 不不不 怎么跟你说呢 我从小呢 就生长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 当然 我的成就和我的优越感 比别人强得多 所以当我遇到我心仪的对象的时候 我就习惯拿我的优越感去讨他们欢心 久而久之 我就以为 这些女孩子都非常容易能回考虑 小九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就已经非常地欣赏您了 当然我们或许认识得不够深 所以我不是那么地了解你 但我今天发现 你跟别的女孩不一样的 所以我对我今天的所作所为 再次地跟你说声对不起 没事 不过今天你既然知道我是什么人了 以后咱们就保持分寸 彼此尊重 好吗 这乌冬也不给我回电信 乔姐 既然如果你没有男朋友的话 为什么不能给我个机会呢 我保证今天事绝对不会再发生 也希望今天发生的事 没有让你对我感到厌恶 机会 我不太懂你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乔小姐 如果您有时间 我们俩可以一起去逛逛街 吃个饭 或者请您看场电影都行 有人追求呢总是好事 我也不是非想要拒绝你 但什么吃饭逛街啊看电影啊 就每个男人都是这些招 也没什么意思对吧 不 那乔小姐 您喜欢什么样的活动 要不我带你去开开飞机 打猎 甚至吊伞 只要你喜欢 一定都能帮我们安排好 行 待会儿再说吧啊 走 这下海 这下海 可不得太 这下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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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名字 没想到我这么厉害 你要不要去吃日本料理 花好多钱吧 我带你去个地方吧 特别好吃 又便宜 你肯定没吃过 好 行 我看你怎么走啊 这是哪儿啊 语鬼 好 好小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炉煮吗 不知道 炉煮就是猪的大肠和火烧 大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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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好吃 你看 这是炉煮 这个呢 是麻豆腐 羊油麻豆腐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是芥末 芥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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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呢 这个是炸灌肠 味儿的好吃 味儿的好吃 好好吃 肥 你怎么不蘸这个吧 咖啡 好脆啊 很厉害的吗 不想吃 不想吃 嗯 很高兴见你 谢谢 谢谢 给你尝尝这个 我觉得看那词就好了 就好了 好好吃英文怎么说 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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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能不能尝一尝 这个看起来有点 是内脏 对吧 嗯 这是肠 这是肺 哎呦 是不是不吃内脏 嗯 我没有吃过内脏 那你可以试一次 这是北京最好吃的小食 是 这家电影一百年 下一次吧 我先 让你感受一下 什么叫美味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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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出来出来出来 快试试看 如果是那么好吃 为什么真的 因为我是好人 我 我都留给你 嗯 这么好吃 北京还有好多好吃的店了 那你什么都吃吧 你不太可惜了 我 看我说你什么好 你就是再着急 也不能不管不顾啊 矜持懂不懂 要胃口懂不懂 人家周末没约你 你就别上感了 弄得自己最后 什么都没办成 还特丢人 不 我哪知道那旁马会取消了呀 再说了 我就想跟他多见见面 再联络联络感情 鼓鼓鼓鼓感情呢 我告诉你啊 最怕的就是这种 刚一开始接触 感觉不错就乱了章法 绝对没戏我告诉你 那这事也不能光碍我呀 这事也得赖宽哥呀 他那天要不去的话 也不睡这么严重啊 人家乌冬泽我都关机了 你还赖人家宽哥 就你 一件有钱男的 恨不得上去给人生存活泼了那劲 这乌冬泽也得被你吓跑 再说了 宽哥对你多好 又去接你又给你拿衣服 你那些有钱的男的 哪个对你这么好 反正我跟宽哥事都过错了 你就别老再提了 我看呀 你就是觉得自己吃定宽哥了 然后就一山望着一山高 小心最后一个山头都落不着 对 我是没你有心机有手段 你多高啊 你跟那何以表面上你撇得干干净净的 你不是还跟人一块去约会了吗 不是 我 我 我跟他见面那是工作 再说了 我跟他见面是要跟你汇报吗 他又不是你男朋友 我不是那意思 我就是觉得吧 你做事不够光明磊落 我怎么不光明磊落了 我跟那何以干吗了 反正我就觉得吧 才这么多年姐们儿了 有什么话你不能摆在桌面上说呀 背地里 够糊糊糊糊的 至于吗 不是 我 我怎么偷偷摸摸了 我告诉你我跟那何以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别以为 所有他人都在你的掌控当中 就那天 我就看见齐江 跟一姑娘在那儿吃饭呢 齐江跟谁吃饭 跟一女的 是吗 而且呀 还特别甜蜜 对对对对 他还给他加菜呢 王八蛋 喂 你想看我哭吗 我当然不要看我看你哭 你说你想看我哭一想吗 你不要看你哭 好啊 我想看你哭 为什么你要哭 那问起来特别烂 这个子好吃的意思不是不好吃 还会流鼻涕 厉害 你太不给妙了 什么都不爱吃那怎么办呢 其实看你很享受 吃这些东西是够的 我心情不好吃 我特别爱吃这个 那你多吃一点 好 那我不客气了 不客气 你不要笑话我 我不客气 看你吃那么多 这个味道我还没有完全习惯 我都想一下自己 嗯 嗯 这条号的话跟你说我见得多了 真的 今天在晚上会上面 你也不是没看到啊 那姑娘扑她呢 一波一波像潮水一样涌来 我跟你说 我跟你向你打保票 就这套号了啊 要没同时挂她七八个女朋友 我跟你说 我磕在你面前都行 你等给我哭吧